陰公豬 香港人喜歡看什麼書? 加下香港遍地移民清 每個看書多過你吃飯 但其實究竟香港人最喜歡看什麼書呢? 早前民政事務局就在財委會公佈了兩個排行榜 其中一個是2016年公共圖書館 十大最多人借的成人中文非小說類書籍 結果是 日本 日本 韓國 日本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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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新加坡 日本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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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嘩 全部都是旅遊書 榜上4800本旅遊書 每本100元的話就要49萬公帑賣了 佔政府去年買書還開始接近半成 不過旅遊書究竟有多受香港人歡迎呢? 榜上所有日本旅遊書 我們在香港中央圖書館都找不到 反而見到大堆人在找旅遊書 我想答案不用多說了 好 那究竟哪本書是冠軍呢? 嘩 想不到是文憑史考生必備的 中國語文操練試卷 真是不行 再看看最多人借的小說類排行榜 嘩 幾乎由金融的小說讀完 刀光劍影爭崩頭 始終都是雕兄最受大家歡迎 只不過第九位都有一本譯書的 游情小品 有你沒有你 沒有你